Cpopstar 瓦倫海 瓦倫 単独 インタビュー 哈囉 是Cpoppop的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無尊 哈囉 観光局イベント 時 召集的 瓦倫海 瓦倫 的 インタビュー 其實 很開心 今天就有很多海外的朋友們來到台灣 然後我們要帶他們去烤肉 我覺得一定是很好玩 因為應該是第一次嘛 跟他們一起做這樣子的活動 所以覺得非常有意義 可是只可惜的是 因為今天也是母親節 對 所以他們有一些人也不能陪媽媽 然後有很多人寫信說 我昨天已經跟媽媽吃一頓很棒了 過了一個很棒的母親節了 對啊 因為總是要孝順 拍景 因為其實是一個很棒的學習經驗 對我來講 因為去到不一樣的環境拍戲 然後我覺得這樣子可以看到不一樣的東西 學到不一樣的東西 然後跟很棒的演員一起合作 也是一個很值得 怎麼講呢 是 就像是一個表演課嘛 每天在片場看他們怎麼拍戲啊 然後從他們身上學到一些不同的東西 然後聽到一些很好的意見 所以 很開心啊 對 最難忘的我覺得 就是去沙漠拍戲 他們那邊的那一個日落 對 日落非常的漂亮 因為他們就是一片的沙 然後 他的太陽要下山了之後 你看那個蛋黃喔 就是慢慢的從那個地不見 對啊 很快 可能幾分鐘就不見了 所以那個風景是 我覺得很 哇 好 好不可思議的 對 我覺得拍武打戲 我覺得有健身是有很大的幫助 第一是你拍武打戲 你怎麼樣也要說服大家說 欸 你有那個力量 那你假如有健身的話 當然是比較可以說服到大家 那我之前有健身 然後我也有打籃球 很愛運動 所以就很喜歡這種比較動態的東西 所以練起來的時候呢 比較容易上手 所以我也很有興趣 從小的時候就很喜歡那種 看武打片啊那一種 所以很開心啊 我覺得我真的還不敢講 對啊 因為我覺得這只是我第二步 然後有很多東西是你知道嗎 他們像曾子丹大哥他們是從小學到大的 那我覺得那一種才是真正的功夫 那像我現在這樣子 我覺得就要靠我現在平常的時候 要去訓練嘛 就是之前學過的啊 平常我在練舞的時候 我也會在跳舞那邊 熱身的時候就在那邊踢啊 然後在那邊做一些我之前學過的東西 這樣子 才不會把它忘掉 然後會慢慢的進步這樣 我覺得什麼都可以耶 因為我覺得最重要是要遇到一個劇本 可以讓你學到東西的 因為說實在的我 其實還蠻新的 就是拍過幾部戲而已 比起他們那些 就是你知道天王 他們到現在已經拍幾百部電影了 所以我覺得 我只是一個螞蟻 對 所以我覺得只要有好的機會 我真的都會好好珍惜 有家他都會跟我講一些意見啊 然後打的時候都會給我一些意見 然後他也會跟我講說 因為我也會問他嘛 那接下來你覺得 我應該要拍什麼樣的電影啊 還是什麼的 然後他都會 就是給我一些意見這樣 哇其實很多那種很成功的藝人 都值得尊敬了 因為你可以看到 其實他們不是說 靠運氣還是靠什麼 可是他們真的是靠自己的努力 那我覺得這種有付出努力的人 真的是會很崇拜他們 因為他們其實犧牲真的是蠻多的 像我覺得藝人蠻辛苦的 就是你要犧牲跟你家人啊 還有什麼的 然後要到外面去做一些 比較 就是 沒那麼簡單喔 所以很多我都很崇拜 一年去日本也沒多少次 一年去日本也沒多少次 所以啊 希望說 接下來呢 有機會可以去那邊辦活動啊 跟大家見面 就算假如不是為了戲宣傳啊 還是為了唱片 也可以去那邊可能跟大家碰個面 做一個gathering這樣子的活動 其實還蠻期待的 我先來看看